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不到别的养老院去 有时做不得好 做不得好 做不得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李雨菲 今天要关注的是 很多家庭都挂念在心上的一件大事 这就是人人都要面对的养老问题 日月两重归 相应地久长 刚刚过去的九九重阳节 是关爱老人的节日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18年末 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 达到了2.4亿人 占总人口比重 已经是达到17.3% 养老这个问题 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今天要带大家去了解的是 武汉的一个网红养老村 从武昌出发 在距离武汉市主城区 70公里之外的新州区 已经是一派田园风光 这几年武汉市越来越多的老人 来到这里的农村定居养老 哎呀 看这个有没有啊 湖水边正在收虾笼的老人 叫慎厄乡 今年66岁 十年前他病退后 就从武汉城里 搬到了道贯河风景区 以前我168斤 能不能走了 能不能登下来都困难了 现在呢 现在你看到我都登了爬了 爬住我也可以爬了现在 现在有多少斤 现在大概120多斤吧 很难想象 眼前看起来不乏矫健的 慎厄乡老人 之前曾经是一个胖子 十年的农村生活 让慎厄乡体重下降了 身体也更灵活了 有一个收获了 这 看见没有 这 它还焦的 看见没有 有一个小泥丘 这 它还焦换 虽然今天鱼虾收获不多 但老人们并没放在心上 在返回的途中 还在不断捡起湖边的垃圾 这是他们的另一种收获 以前以为我们捡破烂 他们说我们吃把烂乡 没事做 他都捡得完 我说这个东西捡不捡得完 这精一份力量就行了 老人们把垃圾倒入村里的垃圾箱后 各回各家 慎厄乡的家不在村子里 十年前 他以每年一千元的租金 租下了山林中这户独立农房 又花了十万元简单进行了装修 虽然房子看起来 跟普通农家没有什么区别 但对于一个养老的老人来说 这个庭院足以安慰余生 在家里 慎厄乡养了很多小动物 院子里有不少鸽子 家里新生的小狗也刚刚睁开了眼睛 有几个爸爸 看到没有 剩下几个爸爸 他有新生命诞生了 有有有成熟老了老小老小 就是喜欢跟他小东西玩 对吧 慎厄乡还养了两只羊 十几只鸡 还有这种名字叫吞的小动物 村里的生活简单 但也忙碌 给饲养的动物们准备好了饭之后 慎厄乡又马上换了衣服 接下来 他要去收拾自己的菜园子 乡村里的日子 忙碌而又惬意 慎厄乡带着记者 来到了另外几个退休老人的家 他们有的在采摘自己种的丝瓜 有的养了几只土鸡 有的在学习种青菜 有的在钓鱼 还有的在挑着虾笼去坐下 这些老人告诉记者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身患各种疾病 以前都是居住在武汉市里 眼见着年纪大了 都觉得要选择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我心血管 心血管毛病 上了支架 上了堂皇穿 去年做了手术 将近三十万 还也做了一半 还有一半没做 吴涛老人原来的家 在武汉的闹市区里 他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这里的空气 比城里的空气质量好 晚上八点钟后就睡觉了 清晨早早地起床 忙碌着农家的事情 两年多时间下来 老人感觉自己身体好了很多 在神社里八年多钟 只不还没下酒洗 您看到他这个生活变规律了 您觉得来的目的达到了 这边民工也挺好的 村民都对我们蛮热情 挺关照 说起养老 尤其是远离城市的养老 每一个年纪大的人 最初担心的就是医疗 盛儿乡告诉记者 这里的老人们 特地邀请了武汉有名的中医 加入这个农村养老团队 这里就是刘医生的家 刘医生住的是一幢漂亮的两层小楼 当初他和农户签订了合同 把以前快要垮掉的老房子给拆了 花四五十万元 重建了这套新房子 合同约定 三十年后 这套房子归农户所有 刘医生之所以愿意从城市搬到农村 是因为他喜欢养鸽子 刘医生的到来 解决了周围老人们看病的担忧 而在这里 对抱团养老的退休老人和当地村民 刘医生不仅能及时提供医疗 还不收诊疗费 最近几年 武汉到新州区道观和风景区 农村养老的老人越来越多 每年一两千多人的速度在增加 现在这些老人定居后 每到周末 儿女都会来探望或度假 曾经寂静无人的乡村热闹了很多 不仅如此 城里的老人们到农村定居 一般都会向农民租赁房屋 进行内部装修 添置家用电器 还要买农产品 这给当地农村的经济带来不小活力 买了些新添置的电器设备 还有建材这些模式 雨胶旗 吊顶 这个都是他当地消费的 要买过来的东西 包括家具 包括那个检疫的家具 他的床 床上用品 都是在本地的消费 既盘活了农村闲置的房屋 活跃了乡村经济 还分担了城市养老的压力 武汉涌现出的养老新模式 让地方政府看到了养老产业的潜力和方向 对此 武汉市特别颁布了 鼓励市民下乡的黄金二十条 政府鼓励市民利用农村空闲房屋 进行养老休闲 我们区里面有一个承量资源 就是我们的空闲农房 空闲农房有一点期望涛涛 按照现在的我们预估 这个城州一户出去的话 如果要是每户平均消费 这个三万左右的话 那么就是5.1个亿 高建彬告诉记者 截至2018年底 武汉市60岁以上老人 已经达到187万 占总人口比例为21% 为了抢占市场先机 武汉市新州区 正在打造农村康养示范工程 眼前的汉子山村 当地政府就投入了300万元 修路整修房屋 以此来吸引更多城市老人 定居养老 那我这个投资个几万块钱 还是不可以请责任 这个几万大概是指多大一个范围 我打算是十万块钱吧 对不对说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也可以接受 十万块钱我可以接受 您呢 我说三五万就可以 那您呢 三五万 对 眼前的这四位老人 都是圣鹅乡从武汉邀请来的 他们以每年一千元的价格 合租了这栋原本残破的民房 并把它装修一新 地下都是老树洞 拿到根本进不来人 那这个修一共花了几万呢 大概花七八万下地吧 你们四户人臭的 我们四户人臭的 然后自己在这边的劳动还不算 自己建设的新家 老人们格外喜爱 为了把自己的新家建得更好 他们还成立了养老山居党支部 共同为养老山居的发展出谋划策 比如这个村庄原本计划 要把道路和水塘外扩 想要砍掉村子里这棵大树 但老人们一致向村里提议 要求把这棵大树保留下来 作为村里的景观 采访时 记者刚好赶上养老山居党支部的 一次民主生活会 老人们正在讨论 农产品采购的问题 原来每周都会有很多亲戚朋友 下乡来看望老人 亲戚朋友返城的时候 都希望买上一些土鸡 板栗 鸡蛋等土特产 希望村里的搞一个 像个培充中心的 我们需要某东西 你们能够给我们送的来 是不是 那就更好 像这个狮子的叔叔 是吧 这个狮子 我打开找来 是吧 你有个电话 我需要多一些你狮子 你给我采点狮子来 是吧 多一些板栗 我送的板栗来 谁方面多了 这个要采 打个电话就这样送上来 对 这个村里费 哪个人要采 送的去 也服服他 也服服你 这个建议很好 这个建议很好 城市里丰富的生活经验 乡村里优良的生态环境 由此结合在一起 让武汉新州区道观和风景区 养老的人越来越多 小小的村庄 也成了网红养老村 新的产业趋势 也让当地政府 看到了新州区 未来的发展方向 吸引了更多的市民来新州 享受这种静密舒适的乡村生活 从而把新州的绿水青山 真正变成青山影山 环境变了 作息时间变了 生活方式变了 身体也越来越好了 日子越过越丰富了 这样的结果 可能是很多现在城里的老人们 欣欣向往的一种老年生活 武汉新州区道观和风景区 创造了一种乡村养老的模式 而在江苏南京 一个专门护理失能老人的护理村 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们来看看记者 在这个村子里的调查 在南京市江宁区的古里街道 有这样一片被花海包围的小镇 这是镇上的田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就是在这样的农村小镇里 生活着很多失去行动能力度 传适老人 失智 有的也是就像他一样 大小便 有时你要帮他 那他一会儿就会 一会儿就会大小便 就搞到身上 基本上几个人都有 失智和办事能为主的 办事能为主 由于年龄太大 脑萎缩导致的失智失能 有的老人已经失去了语言交流能力 还有一些老人 甚至连儿女都不认识 眼前这位老人 是院里唯一能够正常交流的老人 你觉得在自己家里面养老好 还是这个养老好 这里好 为什么呢 我家里能自立一些的晚上吧 没有人照顾 每天早上 护理员会带着老人做操 帮助他们维持基本的运动机能 而对那些腰腿疼痛的老人 医护人员还会帮他们拔罐和爱救 后面再给你勋 揪一下腰 现在先揪一下腿 好好好 腿走不走点 走不起来 后面要是坚持揪一揪会好一点 对这些失能老人来说 洗澡和吃饭是每天最大的问题 护理人员告诉我们 他们每天会帮老人们洗自责 最难的就是喂饭 有些老人有严重的认知障碍 护理人员都要哄着吃 甚至要一口口的喂 而且还要符合每一位老人不同的生活习惯 然后他吃饭有个特点 荤菜不能先吃 要先吃树菜 不然把荤菜吃完了 树菜他就是一口也不吃了 就是他的特点我们都知道 然后他吃饭还喜欢泡汤 所以我们每次厨师也知道他 每次给他打饭的时候 他的劲份要给他多弄点汤 他喜欢泡 采访时刘世勤告诉记者 城市里的失能老人年龄 一般在80岁以上 他们儿女的年龄 一般在50岁以上 很多都没有退休 而且50岁以上的儿女 照顾80岁以上的父母 不少家庭都感到很吃力 为了破解失能老人的养老难题 在江宁区政府的支持下 江苏省老年病医院 利用整体搬迁后的村庄 打造专业 并威力运行的农村失能老人 专业护理服务村 在有心电监护 有这个护叫铃 护叫铃了以后 老人有情况 一按了以后 我们中心就能收到老人的信息 然后门上也有铃 心电监护它是一个系统 它在安装 就是在感应在这个船腿上 由于是当地政府和公立医院 推出的养老产品 并且农村的住宅也相对便宜 因此根据老人失能程度 护理程度的不同 每位老人每个月的综合收费 从2600元到3900元不等 这样的收费标准 失能老人靠退休工资就能承担 目前古里田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已经建成60张床位 老人的儿女每周都会前来探望 也由此拉动小镇的住宿 餐饮和旅游 在南京 失能老人的专业护理村 正在慢慢兴起 除了古里街道的 失能老人护理中心 还正在打造另外一种 农村养老的新模式 既家养老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南京市徐牧社区 在杨家村建造的 乡里乡亲 助老服务中心 由江苏省老年病医院 负责运营 脚动 脚要踩下 像汽车一样 像以前汽车一样 感觉怎么样 老胆胆 感觉不小心 这里是南京市徐牧社区 杨家村的老年活动中心 老人们只是在这个中心里 看电影 吃饭 锻炼身体 他们都分散居住在附近的村民家里 这也是江苏省老年病医院 开发的第二种养老模式 他们以这个中心 作为医疗的保障中心 将城市退休老人 推荐到附近的农村家庭 还免费提供凉血压 测血糖的服务 由于这种模式 是利用县城的民房 投入很小 因此老人根据护理的工作量 既家养老每月花费 在2500元到3800元不等 村民佟道云 家里寄居了四位城里来的老人 记得看到 佟道云把家收拾得一尘不染 甚至连卫生间 洗手池下面的墙缝 都擦得干干净净 窗户外的不锈钢护栏上 也没有一点灰尘 这上面一个 一周擦一次 像这个下面 无论是随时可以摸到的 我们每天都擦 佟道云是服务中心 推行农村技家养老的带头人 他家是第一个 接收寄居老人的家庭 这位老人患有忧郁症 由于关节疼 还失去了行动能力 担心他长期躺着 会导致肌肉萎缩 佟道云每天都会给他洗澡按摩 而老人也用一句话 评价了佟道云的服务 佟道云家里住的都是失能老人 为了让他们有个好心情 佟道云每天都会把 庭院里的菜地和花坛 收拾得整整齐齐 我想种点花花草草 要老人在这边感觉到 因为那个生机勃勃的 那个样子充满了生机 外面都种点花花草草 老人看得也舒服 十年前 佟道云就开始在家里 照顾从城里搬来的老人 帮他们起床 穿衣洗脸 每天变着花样 做老人爱吃的饭 老人大小便失禁 也要帮他们擦洗身体 大小便经常失禁在身上 我们必须要随时 给他亲自洗干净的 这个不能嫌老人 有大便小便的 为什么不到别的养老院去 给我这照顾的好 照顾的好 照顾的最早 有没有感觉 然后这个大姐 就跟您的亲女儿是一样的 这亲业人好 亲业人好拿着洗家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定期到佟道云家里 免费为老人进行体检 佟道云告诉记者 四位老人在他家里养老 平均每位老人 每月收费2750块钱 比养老院的收费 少了三分之一左右 照顾老人 自己每个月的总收入 有一万一千块钱左右 扣除每月给老人 买菜做饭的费用 每个月净收入 大约七千多块钱 我总不能说说 老人住到我家 什么都分得彼此 分得那么轻吧 多少我要买点给他们吃的 失能老人的看护 需要看护者付出 巨大的爱心和耐心 晚上九点 老人们都休息了 佟道云在忙着 洗老人们换下的衣服 然后洗完了 我自己要要洗澡 还要洗衣服 每天生活都这样吗 每天如此都是这样 他几点钟上床睡觉 一般九点半以后 靠十点左右 四点左右 我帮他搞上床之后 然后我再 把另外三个老人 再看一下 我一般到四点半以后 将近十一点 我才能睡觉 每天都是这样子的 佟道云告诉记者 虽然这里是自己的家 但十年来 自从老人们住到他家后 他就没有在床上睡过觉 为了陪护老人 他都是等老人上床睡觉后 睡在这个沙发上 我十年了 我都没跟我老公孩子 他们睡下去 我都是陪着老人的 我都是陪老人睡的 不陪老人 万一摔跤了 那怎么行呢 眼下 服务中心二期工程 正在建设 刘世勤告诉我们 目前的服务中心 还处于亏损状态 等二期工程建完后 服务中心将具备 更大的接待能力 他们也想 这样就能实现盈亏平衡 还有老人 也有不少老人 打电话来 他一直 他会说 你们这个中心 什么时候修好啊 然后他就是 老人来了以后 有个集中养老的 无论是改造农村 自主养老 还是政府引导 农村寄养式养老 不同年龄段的老人 都能够在乡村里 找到余生最好的归宿 近日发布的 《老年健康蓝皮书》 《中国老年健康研究报告》 2018指出 预计到2050年 我国GDP的三分之一 将来自于老年人 养老经济 将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柱 发展长期照料 健康养老服务 大有可为 与城市里的机构养老 和居家养老 相辅相成 下乡养老 不仅给中国家庭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同时还能够激活 农村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 充分发挥农村的 环境资源优势 农村里的养老 已经成为养老的一种方式 田园木戈 或许也是老人们 需要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好 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